哈喽大家好,我是达老师伴哥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怎样在美国开餐馆 根据我们家在美国开餐馆的经济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开餐馆的几个步骤和流程 首先就是要注册公司 注册公司 如果你用以后,可以自己在网上注册 也可以找会计师 如果你找会计师的话 花五六百块钱 就可以注册公司 然后注册公司以后呢 你需要申请相关的 税后 首先就是联邦税后 首先你申请了 注册公司 接着申请相关的 联邦税后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注册完公司以后 以公司的名义到银行里去开货 开一个关于餐馆的商业货 同时 你在注册公司的时候 你要把餐馆的名号 你要申请好 去相关的市政府部门 去登记一下 比如说你叫什么名 比如说我叫山东饭店 或者山东菜馆都可以 根据自己各年的情况 可以到当地的政府部门 去申请 注册公司 然后登记你的餐馆名号 第三步就是 你要以公司的名义 就是说你要租房子了 或者是你找餐馆了 谈合同了 都是以公司的名义 不能以各人的名义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就是 你需要 需要办相应的营养制度 比如说你开餐馆 你乡中哪个地方 首先你要去办营养制度 到当地的市政府服务部门 去办营养制度 这个办营养制度 都很好办 你拿着你的相关资料 去到当地的政府部门 去注册登记 就可以了 你没有营养制度的话 就不行 就不能可以了 不能总绑它进行了 这是第四步 你要办营养制度 因为营养制度 每年它必须有更新的 到相同的地点去更新 这是第四步 第五步就是 你要办零售许可证 因为你开这个餐馆 就是相当于零售许 你要去办零售许可证 它这个零售许可证 还有一个号码 就是相当于当地的 叫营养销售税号 一般你开的餐馆 有你公司 住他公司 你有个联邦税号 然后你开餐馆 你要申请零售许可证 它有一个 它会得到一个 相应的销售税 销售税号 这就是你开餐馆 进行销售的时候 必须在当地 在当地还有交易税 在达罗斯这边 是8.25的税 这个卫生修许可证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卫生检查不好 你的厨房的设备 你没有按规定的 使用厨房设备 或者是你这个视频存放 没有相应的冷藏箱 或者是冻墙 也不行 还有你整体的厨房清点度 还有你这个外面的餐厅的清点度 卫生局有专门的部门来检查 必须开业之前 你这个必须都得检查合格 以后才会 他才会让你开业 不然的话 他不会让你开业 你就没有办法 担心其他的下一步了 这是关于这个 卫生序号证 这就是 第七步呢 就是有的是在那个 市一级单位 有的是在县一级单位 如果你在县一级单位 你必须到县一级的市政府部门 去申请相关的这个 证件 和这个申请相关的这个 所有的税后 这是关于这个 县一级的 第八个 第八项呢 就是这个 挂这个广告盆 它就是 全挂这个广告盆的这个 这个许可 这个广告盆呢 必须统一的 统一规定了 它有统一的规定试困 统一的规定 要求你这个广告盆的外观 和规格 和制作 它都是统一规定的 你不能说随便 就说随便乱弄 这都对这个相关的部门去申请 就是你挂在那个外面 挂在美口的 或者是挂在那个 路边的 这个广告盆 必须得申请 第九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消防和防火的检查 这个消防检查 在这边查的很严 它每年 每半年呢 都来检查一次这个消防检查 检查你的消防器材 消防设备 灭活器 没半年 它必须来检查一次 如果你消防通不过了 它也不会让你开业的 这个第十个方面 就是关于有酒牌的 有的餐馆呢 就是 申请这个酒牌 有这个烈酒和这个淡酒 酒牌 这两个酒牌是不一样的 淡酒呢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而烈酒呢 就是要求的比较严格 那就是你没有这个酒牌的话 在你的餐馆吃饭 就不用去 就是说有客人在里面喝酒 即便是自己带的酒的话 也不行 如果没有举报你的行 如果有举报你的行 它就对你这个处罚是相当厉害的 比如说你没有酒牌 有客人在你带你的餐馆吃饭的时候 自己带的酒喝酒 它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一点也必须要注意 不注意的话到时候罚得很惨 一个是无水的排放 无水排放 它不是说水没有排放的 你的水进来 你都排出去 这都对 到相关的部门去申请这个血管状 你没有在费卡账 这就是还有什么 一个是污水 还有你这个垃圾 你上锅倒的垃圾 清理垃圾 它垃圾分两种 一种是可以回收的 还有一种就是不能回收 直接倒垃圾 它分两个箱子 所以说这一点也得注意 还有这个排这个污水呢 因为这个碳馆 它这个废水和废油特别多 还有专门回收这个废油的 还有专门来收你这个下水道里面 这个污水的 这是由相关的部门来进行操作 所以说你必须申请相关的血管状 那就是 你关于空气 和你这个水源的 环保的血管状 还得申请这个 因为你摊滚呢 可以啊 有时候开到晚上10点 或者10点以后 对你的空气 空气污染 这就是你的水水源 环保 这都要求很严格 所以说你身操作呢 也必须得到相关的部门 你身操作 你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菜单制作的说 一定要根据 当一个情况 你是精力连贯你的 还是精力滑你的 就是说 在开摊位之前呢 都必须得消化 基本上在摊位呢 就是说 即便是精力滑你的话 它不可能 就是说全是滑你的 就算是 还是以楼梅为主 就是说 美式中摊 楼梅来来也能吃 中国人来来也能吃 这证本呢 一般的当初证本 这边有几个 很出名的学校 所以说 有精力华人的 有精力老美的 这道 制作特地二出 应该注意在 都有考虑你去 你不能单单 经历 就是说 一个种类 光经历中国人 中国人 比如说人手 必须是在美国 所以说还是以美国 美国就是说 美式中摊位主 但是 很多就是说 中摊位大部分 都走到路 下一步呢 就是平面 打广告 在报纸商打广告 或者在网站 现在在网站 很多网站 YouTuber 不是YouTuber 是Uber 它叫UberEat UberEat 还有这个AmSoul 还有这个 罗尔哈普 还有Dota 现在提醒 很多网站 就是在网上 那个网上 这个销售的很多 报纸呢 有当地的播社 去那个打广告 也开始 在东西完了以后呢 就是在 最后呢 你得开始找人 拿网络 招聘领 出师 招聘服务员 然后这个收银员 你有的外卖 还有外送员 然后在人员呢 出师和服务员呢 必须得还得培训 培训考试 还有考试考稿以后才能上 那考试呢 就考试一种叫 视频安全证书 每个人呢 你的老板 就考证证书 每个人都说 不停 然后你的员工 员工也必须得有 这证书呢 现在是5年 考试次了 5年 还有一种呢 就是相当于在国内的健康状 那这种证 就是说 一个是关于考试这个视频 视频卫生方面的 然后还有一个 考试你这个 呃 员工对这个视频的操作 怎么摆放 怎么操作 怎么处理 怎么加工 这都有专门的部门 就是说 给你培训考试 给你考试考试 一会儿以后 员工才能上导 不然的话 都说 他卫生区来检他 都需要你的证件 需要你的这个 卫生 数个证 还有你这个视频 视频按下证书 这个员工 特别是经理啊 或者是你这个老板 必须有的在证书 你没有在证书的话 如果你老板不在这里 你的经理啊 签的经理 必须有的 是否这个 视频按下证书 你没有的话 他就认为你是不合格的 嗯 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嗯 下一期呢 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到底怎么样 在美光 怎样做到公司 怎样来运过的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